来看中华市的南国国小学校有很多社团华东 让学生去参务 其中帝国类的风雷队以及跳山队 这几年代表学校去外面比赛成全都很好 因为这两行的运动都需要尽管的联系和专注力 继续我们青春风尚头的专题丹丸 就要带乡亲来去欣赏南国国小学生精彩表现 我喜欢跳绳是因为它看起来很酷 然后我在跳的时候会让我感觉有信心 我还没进入跳绳队之前 我只会就是普通的一回旋跟就对一回旋的开拆一下 但我加入跳绳队跳绳社团之后 我会很多可能二回旋或是什么 残脚跳或是伏地跳之类的 我都就是很多花式的我都会 然后呢你的左脚往外 往后高 教练他会自己 他会教一遍 他会自己先示范一遍 然后慢动作讲解 然后可能教到两三次之后 让我们自己开始练习 然后不会的话 我可能会去问他 我从二年级开始练跳绳 我是坚持一下下才觉得有兴趣 以前的二回旋我连续最多只有十下 现在我可以弄到一百下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跳高一点 和 一 很慢一点 二 我是那个少海鱼 小海 就是小朋友都叫我小海老师 所以简称海狮 然后他们都一个这样子海狮拍手 然后呢 就是有这个机会来到南郭国小这边 担任花式跳绳社的教练 其实跳绳分两种 一种是一般的跳绳 一般的跳绳的话 就是着重在小朋友的肢体协调 然后跟大家所知道的长高 我本人是特殊个案啦 然后还有减肥这样子 但花式跳绳比较不一样的是 因为他会用很多的一些 例如说空间感的运用啊 然后手足脑并用 而且也可以增加你的骨质密度 只要是用正确的方式去跳的话 然后还有训练节奏感 因为花式跳绳它其实会搭音乐一起 南郭的海鲜 除了在在浩瓦比赛 当地道相当优秀的乡舊 也在经常收到邀请到浩瓦表演 南郭国小这几年都发展很多多元的社团 目前学校的社团大概有二十几种 然后花式跳绳成立的时间比较短 大概就是我们这三年内 然后今年成绩最好 已经拿到个人组花式的全国第一名 扯林的部分 全国赛都可以拿到个人的花式的前三名 线内当然也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一开始就是刚进来的时候 就是看学长做动作很帅就想要进来 因为在二年级的时候主任刚进没多久 我刚进没多久昨天就派我出去比赛 也就得了第二名 所以就让我继续坚持下去 其实这些校队的学生都是经过甄选进来 也就是本身 他们本来就对这方面有很大的兴趣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然后训练其实所有团队训练都是一样 都相当严格 所以我们会把一些规矩说得相当清楚 也会让他知道训练过程是辛苦的 但是最后他们所得到的成果 一定是非常的美妙的 然后平常训练我几乎是不苟言笑 但是私底下对他们的课业 他们的生活 跟他们在校的生活 其实我都很关心 所以他们私底下会跟我开玩笑 但是他们很清楚在训练过程当中 绝对不能跟我开玩笑 否则一定会让我严厉的指导 求练跟跳锁要做得好 并不是一天两天就练的效 但是过程的学生 可以有这么好的表现 是因为有专业到练 完整的困练和栽培 它可以自己一次又一次的练习和坚持 这可以在部队上典显主信 多长的新闻 少佩族 吃点菜中华 菜红包当 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